懂得提条件了 成长得很快吗 我想请你帮我找到蝴蝶哥哥 让我帮你去找其他的男人 你的提议很大胆吗 不过我答应你 我知道我的要求很过分 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帮我找到他 跟我说说你那个蝴蝶哥哥 蝴蝶哥哥他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我还记得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鞦韆旁 我的机械腿竟然能用上力了 欧爸爸给我花了那么多钱 让我有一条能正常走路的腿 他看见我可以自己当鞦韆 一定会很开心 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怎么会有人来这里 我看不到 看不到我的小熊 熊熊你不要跑了 走 我带你去避避雨 我马上就能拿到我的熊熊了 求怪你 我还要在这里等妈妈 我哪也不去 我帮你去拿小熊 然后我们去能避雨的地方等妈妈 这个突然出现的好心哥哥 不会是专门抓小孩的骗子吧 拿到了 哥哥好棒 他的腿 怎么跟我的不一样 走 我们去前面避雨 我的腿不能碰水 小鬼 我不去 你这个怪人 放我和小熊下来 我就在这里等妈妈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他为了帮我 伤到了极蟹腿 他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 他刚刚说的明明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相见 为什么他却说是和蝴蝶哥哥 他会好痛 蝴蝶哥哥对我特别的好 你刚刚说的这些 确定都是你和蝴蝶哥哥的过往吗 我当然确定 那你 嘀嘀嘟嘟嘀嘀嘀嘀嘟嘟嘟 主人接电话啦 欧文风 这么久才接电话 我不是说过 成大使者做什么事情都要快 有什么指令 我要的病人资料 务必明天给我拿到 这个时间太紧了 我不能保证能拿到 你就是可以接受到 却可以讲我 你有什么不得保证啊 好 我尽快 真没想到 没想到欧月竟然假接当医生的名义 暗地里为欧文风道具 特别疾病的病人信息 不要忘记曾经被你们伤害过的人 内心邪恶的力量正驱动着我 靠近你们 毁灭你们 今天给我的月长长人气 没人能拒绝鲜花和美食吧 叫到后的病人再来会诊 没叫到的不要来这里询问 智能时代了 还是有人听不懂话 偷偷 这是 我叫明天 是艾文医生的表哥 很高兴认识你 小游小姐 我们艾文医生 竟然还有性格这么好 这么帅的表哥 受您关照了 这是给你特意准备的 爱心便当和鲜花 工作中 勿泛花痴 知道了 现在这些姑娘 是比小月月高一级别的医生 可以拜托她好好照顾小月月 高 我早听阿万提起过你